丽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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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张不洋啊 那个 应该还是有人认输 这些聊存在感 其实我觉得存在感 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真的 因为跟他直接挂钩的 就是挫败感 存在感越低 挫败感就越强 就比如我现在 走在街上 偶尔也会被人认出来 但是很少被人尊重 有次一个大哥 这么迎面走过来 看着我 哎 哎哎哎 说 啊 看过你表演 来 拍个照 不好意思 来 透笑不错的 他就走掉了 我当时看着他的背影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红 都不是红成李诞 我想红成马云 因为我能想象 李诞也可能遭遇 同样的尴尬 但绝对没有人敢对马云说 哎 哎哎哎 看过你演讲 来 拍个照 阿里巴巴不错的 当然确实啊 不红 只能怪我自己 对吧 人确实是素 没有时尚属性 为了让自己显得酷一点 我去年买了好多 潮流品牌的衣服 对 这就是其中一套 但是 但是穿上之后 我发现我好看了一点 而衣服却难看了很多 气质不对 我特别羡慕那种会蹦低的人 然后在夜店里面 低着一喊 Are you ready 蹦蹦蹦 我不行 完全不行 因为我不喝酒 所以我蹦的 都是清醒低 低着一喊 Are you ready 我就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 这是为什么我单身 即使是单身的时候 我在夜店里 从来不敢搭讪 从来不敢搭讪 我没有办法 像很多男性一样 会利用音乐和动作 来掩饰自己被拒绝的尴尬 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 走开 OK 你好 走开 你们知道我有多羡慕 这种后脸皮吗 当然 当然又有朋友劝我 又有朋友劝我 去夜店嘛 不一定要搭讪 朋友一起喝喝酒 挺开心的 但是你们知道 在上海 稍微好点的夜店 卡座低销 都要三千块钱 三千块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说服自己 只是来喝酒的 你知道三千块钱 能在全家里喝多少酒吗 可是能让我全家都喝上酒啊 其实人就是这样 对吧 只要在金钱上 有纠结 根本哭不起来 就我现在的经济能力呢 是这样 就是去过不少奢侈品店 但没买过几件奢侈品 不是买不起 而是要买 就得买在刀刃上 所以每次进去店员 给我推荐一些当机新品 我不敢试 不敢试 我怕真的很合适 很尴尬 我觉得很合适 他知道我觉得很合适 我知道 他知道我觉得很合适 但我得硬着头皮说 嗯 好像不太合适 你再看看 我们再看看 我们再看看 完全败进去 但我猜不出来他的票 160以上 这就是我现在人生中最大的矛盾 对生活感受很强烈 同时又很不屑 就每次夜深人静 我看到那种新闻 比如NASA 发现一颗新的行星 人类首次拍到黑洞照片 哦 他思绪就开始飘 说哦 宇宙那么大 银河系算啥 银河系那么大 地球算啥 地球都已经四十五亿年了 我这辈子算啥 不行 从今往后 我一定要自由快乐地活着 这个时候一看手机 我去 两点了 睡觉睡觉睡觉 明天还要上班呢 想啥呢我 你们能理解那种矛盾吗 我对宇宙是如此渺小 我对公司却如此重要 有多重要 不去上班就扣我钱 脑子里永远同时存在两个问题 一 宇宙为什么那么大 二 今天中午吃点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 又来到了这个节目 我对彻底解决第二个问题 仍然抱有一丝幻想 人生短暂呢 我还是想把我有限的时间 再多留一些 再思考第一个问题上 当然了 谁 又不想了 谢谢大家